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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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生 因知死 这个很强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另外一个 所以这个老子的学说 我要知道白的时候 又知道黑 所以开始慢慢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不是我看到的世界 我把太阳眼镜拿下来 又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所以生和死之间 要了生死 很重要的就是 先了解自己 很重要我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那这个动作一了的话 你就会开始说 天地是怎样 所以我现在搬到花莲 每天就看到 人和天地之间的关系 所以这个天人合一 就会慢慢回来 这个时候生和死 就可以了到生和死 我的感觉是 它是一种一体的两面 就像一个过程 那我也透露一个弊命 我就为了对死这件事情的 很有好奇心 所以我就 可是我找不到一个死去的人 回来告诉我怎么办 可是我又很想做 所以我几年前 几十年前去秘乳 去吃了一个死藤药 叫阿娃娃斯卡 这个某种程度 我有经过这个 所以比较知道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 它只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就像秋天 现在秋天了 叶子掉下来 所以当你开始了解自己 了解你和天地是合一的 这样就是了生死 这件事很重要 我学很多的地方 是在佛教这边 就是我说六儒 就六个儒 一切有为华 就是我们人间的这个华 都是就是梦 一个患 一个泡 淫 如雾 又一组店 刚好六个儒 什么东西 这个能够每天 每天每天去体悟他 今天这个 这个会面也都是 就过了 它是像 你拍的东西都是换 都是一个底片在底片 这就慢慢了解以后 就知道说 原来这一生 也是一个六儒的一种变化 所以你就会很快乐地 继续活着每一天 就这样 谈爱吧 对你的甜蜜好好看哦 对自作人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